首日独三金,中国代表团是真给力啊 那么到底的,到手这个金牌啊,它到底是啥做的 这里面真有金子吗?咱们一块呢去听一听啊 东京奥运的奖牌,使用了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材料 日本花了两年时间,向民众回收废弃手机,小心家电,提炼再生金属 共收集到32公斤金,3500公斤银,2200公斤铜 这些材料可以制造5000多个奖牌 制作奖牌的负责人说,东京奥运的金牌,银牌都超过了500克 是奥运历史上最重的一次 哦,8万吨的废品,变身奖牌,材料循环利用 这个点子真是太棒了,多环保啊 至于大家伙最关心的金牌,实际上含量它并不是纯金 而是银制镀金,奖牌呢超过500克 其中含金量不少于6克 奥运史上最重的奖牌多多益善 中国队加油啊 炭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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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